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历史性的辉煌 我看过 因为他民调就这样 川普自己也强调民调 确实原来民调还多少有一种 就是你看不到他这种稳定感 那现在你看到是一种稳定感 完全是一种稳定感 就是说川普的领先的局势 没有可撼动的 联邦对川普的指控案已经拖到 肯定拖到12月份甚至更加以后 那中间会不会史密斯开动 有关1月6号的这个案子 有可能 所以他在开动案子的过程中 显而易见的是对川普的推动 这是非常确定 那川普也毫不吝啬的去展示 他在共和党内部的领先 毫不吝啬 民主党的故事出现了一些改变 肯定迪昨天在接受了一个哥伦比亚的吧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市政厅的一个访问 很多人称赞他 很多人称赞他 而肯定迪在他的采访当中 直接称赞了川普 他认为川普很伟大 肯定迪认为川普很伟大 这是很有趣的 他要竞选民主党的竞选者 要跟川普做对 但是他认为川普很伟大 而且非常非常了得 所以包括共和党内部 包括民主党对手 不喜欢他的人都在赞誉他 今天上午 福克斯的那个董事叫什么 罗恩叫罗什么 就是原来的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后来在2018年选举的时候 中期选举的时候 他失败了 然后到福克斯去认董事 是他主持的把马斯克 把这个卡松给fire掉 他自己明确讲 他说如果共和党选举川普 就是一场灾难 但是川普很可能会赢掉 这次选举 我觉得蛮实话的 共和党选举 如果能够推举川普的话 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 把已有的共和党都给他修理 包括麦克戴尔登 这些人 川普肯定会把他们修理 但是呢 即使修理川普可能会赢 因为这种局面是在那 那说明共和党是完蛋的 对不对 跟我们判断故事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的背景 我跟大家分享 川普在真相社会上转推 他几乎都是 就是民调 从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就看见 民调到今天早上 很厉害很厉害 因为这些呢 都是美国大选中 初选中最先投票的州 那这些州呢 他具有非常大的标志性 川普的民调的数字 是显示出正义的呐喊 这是一篇媒体的报道 来自于美国观众的 在美国观众这个栏目当中 是这么讲的 这种正义的呐喊呢 就像有家啤酒公司 那个男人变成女人做广告 然后啤酒公司几乎要倒台了 真没人去买啊 真没人买 所以没有人说话 只有网上的嘲讽 但啤酒需要人花钱吗 那人真不买 所以这就反映出 他真实现实的故事了 这应该是爱荷华 在爱荷华 普选啊 这是刚刚 这是昨天 刚刚出来的 爱荷华 那这都是先投票的州 川普领先拜登 百分之四 独立人士领先拜登 百分之十 这是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出现 那另外一个呢 是在宾州 宾州这个满突出 满有趣的 因为宾州是一个很争持的州 相当混乱 也跟民主党有关系的 很混乱的一个州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 百分之二十四 所以在那个 在那个报道当中 是满那个的 在南卡初选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 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三 百分之二十三 那德桑迪斯 一个月以来丢掉了百分之五 川普增加了百分之三 里面有黑力 有斯坎利 然后这个是在 全国的民调 最新的全国 全国范围内的民调 川普领先 拜登百分之二 拜登领先德桑迪斯百分之二 那这个数字就比较比较怪了 因为偏差太大 他们两个数字架起来只有百分之七十二 也就是说百分之二十八的人都不投票 这个这个都没有相互赞训 那个那个差距比较大 共和党内部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百分之三十八 所以这是他在普世民调当中的川普往上走 德桑迪斯往下走 这是明确拉开的 Face to face 就是他们俩俩进行选举的话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百分之三十八 这是另外一个在纽约 如果2024年在纽约选举的话 你会给谁 川普百分之六十一 纽约共和党初选 所以共和党初选就变成了川普的绝对优 这变成一种绝对优势 共和党初选早期各州的民意调查 爱荷华领先22.2 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新汉布什领先百分之三十 南卡领先百分之二十一 内华达领先百分之三十一 这里都是对德桑迪斯的 原因就是德桑迪斯一直出于这个紧随那一位 所以这个是 是真昨天从昨天看起来是这样 德桑迪斯的这个批准率 就是被人们认可率下跌了百分之二十几 大概 达到历史新低 我看不明白他这种民调的东西 但他认为他丢掉了二十二个百分点 达到历史新低 独立人士同样是衰败的 这是从半年啊 上一次的评价是去年十二月份 到了今年六月二十六号 他是衰败 整个数字是衰败 这是民意调查当中的一种 只能说一种东西了 还是民意调查 百分之五分之三的共和党出现 百分之三五十九 支持川普提名 那上一周呢是百分之五 所以在有关对他起诉之后增加了百分之四 所以这些民调 反正川普也都在用 我觉得川普都在用 这就是今天尴尬的场面 共和党出现民调中击败对手 赢得最多的认可 在多次民意调查中 击败德桑蒂斯 巩固自己的绝对领先地位 历史分析说 川普是最不种族主义的在世的总统 最不种族主义 这个就讲说川普 川普家族里面没有任何农历主 有过农历主的故事 奥巴马有 奥巴马所有其他总统都有 川普不需要参加辩论会 就是八月初那个辩论 认为不需要参加 这是川普说 即使在现在 德桑蒂斯吹捧他的有关 中共病毒和相应的时候 你不会听到他谈到一件事 就去年夏天 连续三个月 德桑蒂斯 佛州的新冠死亡率 是全国最多的 川普一直在攻击德桑蒂斯 有关疫情的问题 稍微有点不太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不太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肯定有他道理 但不明白 但是呢 他反映出在美国民间社会中 人们对中共病毒的那种 证悟 以及当时拜登政府所采取的方式的那种 唾弃跟证悟 是相当表现的 肯定底本身呢 是相当反对拜登做法 川普控制整个局面 这是玛利亚在有关相应的这个疫情问题 玛利亚是福克斯的 福克斯的每天早见新闻的人 和星期日早见新闻的人 那玛利亚对川普来讲 应该是还比较倾向川普 所以在他节目中是这么评价的 这是纽约的太阳报 两个小时之前推完 民主党要小心 胜利赋予了川普一支 只有逆境才能创造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川普不是惧怕逆境 或者说不期待逆境 只有逆境 川普具有非凡的一种品质 特质 他需要逆境 他的生命需要逆境 我不知道 他这么讲 在逆境下的 只有逆境才具有创造力的 这么一份品质 布莱巴特 什么史密斯 拜登的 反对川普的诉讼 他这家评价就是说 特别检察官的 所谓的司法诉讼 只为反川普而存在 反对川普的 有索罗斯 希拉里 奥巴马 他们是一伙的 那他们一伙的本身 是 就是表现在 或者说落实在 史密斯检察官身上 应该这么讲 对了 这是他转载的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的观点文章 达勒姆的报告 本身 就发现 苹果 破坏了 这个 破坏了 FBI 这个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了 那 所有人都其实看到这一点 那只不过 华尔街日报呢 以他的方式来报道 那华尔街方式 以他方式来报道呢 来确定一种 就是主流媒体 对这件事情的一种 确定的看法 亨特拜登的 这认罪协议的臭名昭著的 怎么可能也需要花五年 就是再次质疑了 这个卫斯的东西 那卫斯呢 有了他巨大的无奈 卫斯就是 特拉华州的联邦检察官 主审 亨特拜登这件事情 那现在其实并没有 卫斯自己没有讲话 他在跟司法部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有了他诸多的难隐之处 哈德曼报告 在这个佐治亚州市出来 确认投票 可以通过有缺陷 投票机的问题 这个是老新闻 那我不知道川普为什么 这是个老新闻 川普有给他转载出来 是跟投票本身 应该是跟投票本身有关 迈阿密古巴人 这是另外的报道 跟就是他一个选举氛围的报道 我们突出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看到的整个内容 就是无论来自于民主派也好 还是来自于民调来好 那川普保持了绝对稳定的领先场面 而且这种历史性绝对领先的概念 在美国共和党初选中 已经不可逆转的存在 那距离 当然距离这个投票 距离美国初选 还有一年的时间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